各位朋友大家好 本次實驗名稱為 植物拳雷達 台灣原生樹木 室內甲醛吸附能力之探討 本次實驗使用的四種植物 分別為 我手上的是 陶瓷百日群 這一個是鐵東群 以及我手上的如柏跟 象牙式 接下來就讓我們進入實驗流程 GO 為了能夠深入了解植物與甲醛吸附量的關係 我們採用翻格子測量植株 單頁面積 並採用游標卡時測量 葉片厚度與植株地徑 接著利用光學顯微劑 量測並推算出 整株實驗苗目的總氣口數 最後進行分析 本實驗分為植物質甲醛吸附能力實驗 以及植物質甲醛吸附速度量測實驗兩階段 首先我們利用微量移力管控制定量甲醛 放入防潮箱內 並記錄每10分鐘之防潮箱內甲醛量 等待至少一小時使防潮箱內甲醛達到平衡的狀態 此為空白無植物質對照組 接下來由我向各位示範 植物質甲醛吸附能力的實驗流程 空白組與實驗組甲醛量的差異 則定義為該植物的甲醛吸附量 緊接著我們透過植物在相對中每分鐘吸附的甲醛量 來計算出植物的吸附速率 我們運用Excel將之前所計算出的葉片總面積、葉肉總體積 以及葉片總氣孔數與植物質甲醛吸附量 進行相關性的比較 由數據可以得知植物質甲醛吸附能力 與葉片總氣孔數呈現84%的高度相關性 因此我們可以推論 與氣孔數越多植物吸附能力或許越多 在進行完各植物的吸附能力與吸附速率實驗過後 我們透過電子纖維鏡拍攝了各植物的上下表皮 橫重切面以及單顆氣孔的照片 接著我們計算了各氣孔的孔徑以及面積並做出比較 孔徑的大小依然是象牙式的孔徑是最大的 因此我們可以推論 或許孔徑大小也與吸附能力有一些相關性 然後就是DORENICSO 透過實驗後我們發現 無論是平均吸附量還是吸附速率 象牙式都是這四顆植物種的最佳選擇 而我們所測得的實驗數據 也可以佐證以上的觀點 這樣子我的實驗就完成了 以上是我們的專題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